有時間出來嗎? 所以就是你們打台東的時候 有出來嗎? 呃... 今天的事情有一點複雜 明天有一個Chris Schiever三週年的活動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可以點一下資訊卡 二週年的時候也是我們辦的 然後今天如果沒意外的話 我們沒太多特別的東西可以跟人分享 因為今天我可能光是進場就要花掉整整一天的時間 包括下午的彩排 然後 我原本有去買一個GoPro的頭戴 因為我打算 這一次用一個第一人稱視角的觀點 來跟你們分享 就是平常我在做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會做哪些事情 但東西還沒到貨 所以我今天可能 一樣用假的 或是用什麼 老樣子的方法 這到底什麼鬼東西啊 對啊 好像來上班一樣 好感人喔 聽說妳心情最近不太好 蛤?為什麼? 真的嗎? 怎麼這樣說 我一早才在趴妳的IG 我的IG? 對啊 妳的限時動態 沒有啊 就是很厭世 很厭世嗎? 聽起來很厭世 好像我每天只想回家睡覺 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好不好 妳怎麼了 只是回家就不想要洗澡而已 不好意思 妳說了什麼 妳的意思是妳昨天沒洗澡 有 真的嗎? 出去忙了一天沒洗澡 只是不想 趕快去收妳的東西 就這邊 一堆東西 要開始打包 開工 每一次要出壞場活動的時候 其實規劃確定要帶哪些設備 是一件蠻麻煩的事情 因為妳得要非常了解整個活動流程 妳可能會用到什麼 妳才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妳今天要帶哪些東西出去 那剛好一樓的攝影棚才剛收掉 所以有一些設備放在有點詭異的地方 花了一點時間才把東西全部湊齊 我發現這樣好像清過不去了 對 我是不是該騎車過去 好吧我騎車好了 就這個啊 明天要來搞這個啊 這邊就是我們明天的導播區域 然後我們今天離走當然就要花一整天時間進場 東西運到現場之後 因為前幾天就有來廠勘過了 所以大概會知道說我哪些東西 預計是要放在哪裡的 這樣也能夠加快你進場的時候 佈置setting的時間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出發前總是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收好 但真正搬出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兩樣忘了搬 所以這或多或少也會稍微延長了我們setting的時間 然後再拉一條步 我們知道 我們進場已經進了兩個小時了 目前進度大概就你們現在看到的長的樣子 然後我這邊的直播區呢 大概六成吧 完成了六成 還增加兩個小時 包括吃飯跟最後的setting 麥當勞 硬體大概設置完成之後 就要進行腳本彩排 那這大概都是花最多時間的時候 因為腳本上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順與不順的時候 都是在這個時候要進行討論修改 他們可能還要花點時間才會結束 為什麼我先離開呢 你們知道有一種定律 就是你每次只要平常沒事的時候 我想這個應該對如果有接 平常工作會接觸到很多設備的話 應該會非常有感 就是平常你的設備呢 都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使用上都很自然 可是你遇到一個大活動的時候 你需要把設備帶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在彩排啊 甚至嚴重一點在活動當天 他的設備就爆破給你看 那我現在就是遇到這個狀況 所以明天下午就要開始活動 我明天早上要再進行一次總牌 應該啦 我要趁現在趕快先去光滑 好險我在台北市有光滑 趕快去買設備 就是去買故障 目前看起來故障的配備 看能不能使用 走光滑見 運氣有點不好的是 我到光滑其實時間有點晚了 所以挑東西的時間並沒有太多 因為我慢慢的挑可能店都關了 所以基本上到這種時候呢 就是求有買到就好 就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可能就不是太重要了 這樣有OK嗎 OKOK 謝謝你 謝謝 各位結果我大概八點還七點 快八點的時候到達光滑 現在已經九點十三分了 光滑 光滑都已經關了 不過我總算買到了 雖然那個零件有這麼一點點貴 不過 為了活動的順利 這種錢就是沒辦法省知道嗎 如果你們有來參加 Crash Fever兩週年活動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好不好 那明天我會用GoPro 刮在頭上 紀錄我一整天的工作生活 就是 有興趣的話 不要錯過明天的影片 好啦 那我們明天再見啦 各位 拜拜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大家都要用一樣 可以省滿多事的 就是這個東西 用這個APP 你去結Seven 便利商店結帳的時候 跟他講說你有載具 他就會掃描 掃這個 然後他會自動幫你 把發票全部整理起來 幫你一次對講 非常的方便